作为一个财经博主 我对于娱乐圈本来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不过小S这个事真的太好笑了 我就忍不住要说几句 台湾艺人小S徐希帝的印子 被中国战狼小粉红违法翻墙出征 全因为他说了一句 我站在小粉红的立场上想了半天 我也没有想明白 既然小粉红们非要觉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台湾的奥运选手不就是中国的国手吗 这样的话可以说小S他是站在中国的原则立场上啊 他应该被台独出征啊 怎么就被粉红出征了呢 看来粉红不觉得台湾的运动员是属于中国的国手 难道他们认为是台湾国的国手 这到底谁是台独啊 我真替小S冤枉 他明明是在舔贡 结果在台湾没事 反倒被中国的小粉红出征了 这就是两头捞的代价吧 要知道今天的中国是文革的中国 是义和团的中国 是反制和经分的世界 那里是没有中间地带的 那些原本存在模糊的中间地带呢 现在也被小粉红们无限上纲上线啊 给逐渐划清界限了 粉红们如此基于表达一边一国的态度 难道是我们一直在误会他们吗 难道他们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友军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隐藏自己啊 这么容易就跳了出来 我们友军也接不住啊 所以我建议中共当局一定要严肃查处这些 不仅违法翻墙 浏览外望 还与境外势力勾结联合 与反动组织沆瀣一气 试图混淆视听 在一些大是大非的概念上 割裂两岸人民的感情 试图分裂中国的粉红们